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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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的老师大声对变 Equal 注意不要读 Equal 后面还有L的声音 所以时间稍微抬起来一点 再来一遍 Equal 好记得 这个词汇的含义比较丰富 首先它第一个意思叫做与某人相同或与某人某无相等 就是等于 咱们看一个例子 咱们看这个句子该怎么翻译 He equaled the world record 他怎么样了世界记录呢 他评了世界记录 就是他的成绩跟世界记录相等 世界记录顺便记住就world record 评了世界记录 那下面这句话看怎么翻译 Nobody equals him in strength 在力量方面 没有人能够与他相等 就是与他相匹敌吧 所以派生意可以表示与某人相匹敌 也就是表示什么呢 He is the strongest man here 他是我们这里最强壮的人 力量上没有人与他能相匹敌 那同样的我们倒过来看 这句话怎么来翻译 Nobody matches him in strength 跟他是一样的 表示相等相匹敌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点词汇 就跟他可以经常替换的 我们把后面的yes去掉 大声读一下字 match match 作用动词也可以表示与某人相匹敌 这个在未来我们的第25课 还会再次碰到 这是相匹敌的另外一个重点词汇 跟本文中equal可以替换 那么这是第一次 叫与某人相等 某物相等或相匹敌 那么派生意呢 可以有个重要的派生意 就是相匹敌者 与某人能够相提并论相匹敌的人 咱们看这句话 我说在英语方面呢 在班里面她最好 在英语方面 这个女孩子没有人 与她能相匹敌 这个搭配叫 in English she has no equal in her class 大家注意 这个里面 这个equal当名词来用 但know后面要加单数 因为know一般相当于not any 所以记住搭配 have no equal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中文中无敌的 就是在班里面英语最棒 in English she has no equal in her class 这个表达很精彩 这是我们表示某方面最棒最强 你看用动词用名词都能表示类似的含义 但是无人能够与他相匹敌 某人在某方面最好 还有一个在听力考试中常常出现的习语 咱们既然记就同时把它记住 这个搭配叫什么呢 叫做be 或者stand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somebody 意思表示be much better than others 表示比其他人在某些方面明显要强一些鹤立肌群 明显超过他人 注意前面这个避动词跟stand可以替换 后面那个head 脑袋是一个 shoulders是两个 所以脑袋用单数 shoulders用副数 我们看到head and shoulders 其实这三个字旁的一块就是一个洗发手的牌子 大家可能见过 叫海菲斯 海菲斯 头和肩膀 这个固定搭配在听力考试可能频频会出现 咱们下面看看一个当年的听力真题 咱们听听看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注意 全身关注 咱们先听一遍 question number 5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susan's head and shoulders about the rest of us 就这一句话 没有听清的话 咱们再来一遍 好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5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susan's head and shoulders about the rest of us 给几秒钟判断一下 给几秒钟判断一下 我们看应该选哪一个呢 大家可能立刻能发现 明显应该选择A选项 Susan is much better than we are in the subject 在这个课目 这个主题方面 Susan比我们其他人都强得多 考的就是刚才这么讲的细语 咱们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他说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Susan is head and shoulders about the rest of us 那么在计算机编程方面 Susan呢 比我们其他人都好得多 脑袋和肩膀比我们高一块 是这么一答题 当然这个B动词S 也可以把它换成Susan stands Stand加个S也行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答案是什么呢 很简单 当然应该是A选项 Susan is much better than we are in this subject 在这个课目方面 Susan比我们大家强得多 这表示无人能及最棒 另外一个重点表达 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那么另外这个equo特别讨厌 它还有一个词性叫相等的 当作adjective 当一个熊词来用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Women demand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妇女要求 怎么样 同工同筹 你看 同样的报酬付给同样量的工作 我们干一样的活 拿一样的钱 同工同筹 这个equo在这 当作形容词来用 这个是当作定语 做表语 记住后面借词搭配就行了 A is equal to B A和B是相等的 A等于B 表语记住后面加这个借词就好了 那么这是equo的三个词性 做动词 做名词 还有做形容词 还有呢 它的一个常考常用 生活中用的特别多的名词形式 就是平等 这个平等 一般来说做不可数名词来用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Equality 再来一遍 Equality 表示平等 这样一个词 注意收向词 一般来说不可数 比如说种族平等 Ratual equality 各个肤色人地位一样 还有呢 Sexual equality 叫做性别平等 男女都一样 生男生女都一样 这个性别的 尽管字典诸是sexual 但注意 s碰到那个 以前那个叶 一般会变成s 这个声音 这个知识一会在课文里面 咱们会讲到 所以不懂的sexual 而懂sexual 我们读一下这个端语 Sexual equality Sexual equality 这是性别平等 好 这是平等主义 是不可数名词 下面我们来看 一个商务信函中的一个句子 咱们很多学三策同学 可能在商务英语方面 又有所涉猎 咱们看一个商务信函中 这个句子可怎么翻译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we specialize in garment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shall be pleased to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you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我们希望 那么inform这个词 咱们在第一课重点词中讲过 叫通知告知某人 它的搭配是inform somebody of something 大家可能还记得 但是我们说 后面如果加拿大同聚的话 那前面这个借词一般被去掉 所以那个off被省略掉了 大家在第一课课文中可能还记得这个知识 我们希望通知您怎么样 我们专门专做服装行业的生意 specialize in 表示专门专精某一行 We specialize in physics 我们专门研究物理学 就这么一个意思 Garment 是裁缝的用语叫成衣做好的服装 这个意思 For more than 20 years 专银服装已经到差不多20年了 我们不干别的就做这个 并且会非常高兴建立一个商业上的这么一个关系 跟您建立商业关系 但是on the basis of 这个basis 表示基础 在什么基础上呢 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之上 建立这个商业上的这么一个关系 你看这个搭配都可以背起来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you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Mutual 是相互的 benefits 是利益 互利 互利 互惠 这么一个意思 好 这是这个重点词汇 这个equal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点词 就是多一词 我们先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raise 再来一遍 raise 在本文中是一个特殊的含义 用它表示目击 筹集 或者筹错 这么一个含义 我们说raise这个意思特别多 那最常见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是举手 举起来 举上去 做极物动词来用 比如说举起手来 raise one's hand 举一只手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raise one's voice 看不见 但可以听得到 提高声 声音大一些 提高了某人的声音 提高音量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raise one's head to somebody 这固定搭配 像某人举起帽子来 什么意思呢 像某人打招呼 早上好 Good morning 举起帽子 什么来说 那下面这个 raise one's glass to somebody 像某人举起酒杯 这是干嘛 像某人住酒 你看这固定搭配里面 也是来自举起来 当然还有一些习语 你比如说raise the roof raise the roof 字面意思是把什么 把屋顶子举起来了 这个roof表示房子的顶子 把屋顶都举起来了 这个叫大怒 大吵 大闹 这个意思 后面三个习语 向某人打招呼 向某人住酒 以及发脾气大吵大闹 其实都是来自于举起来 这个意思排生猪的 这就好理解好记忆了 那另外我们看看下面这个 这怎么翻译 raise pigs 能不能翻译成举猪 那才弄一脑袋猪食 这多脏疼 举猪吗 也不太可能 什么意思 这是养猪 我们知道raise 还可表示饲养或养活 不光是养猪 养牲口 人也行 你看这句话 he has big family to raise 他有这么一大家人 要去养活 所以这么总结了 raise可以表示 举起来相关习语 还有表示饲养 或者养活都可以 那么在本文中 意思都不一样了 本文中是募集 或者除措的意思 注意也是集无动词 比如说 we are raising a fund for orphans 我们正在为孤儿来募集一笔基金 这个orphan叫做孤儿的意思 这个方案就是基金资金 募集一笔资金 这个募集跟举起来类似 为什么呢 我们募集资金的时候 往往举一个帽子 举一个捐款箱 行行好 给点钱 这么一个 所以这个是从这个词来的 就好理解了 好记了 募集或者愁挫 有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我们看看这几个词的 几个行进词 还有一个词把a去掉 这个词叫升起来 而不是举起 有时举起 race是集物的 但这个词是不集物 足于本身上升 我们读一下 rise 这个好理解 大家比较熟悉 你像海明威 叫海明威 写的著名的一个小说 The sun also rises 叫太阳照样升起 里面就用的rise这个词汇 它表示升起来 这个别跟race搞火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做arise 这也是一个不集物的动词 它也跟上升类似 只不过出向的上升 它叫问题困难等等等等 出现了 问题困难 原来藏在地下 现在冒出来了 升起来了 所以问题困难出现了 一般是倒霉的事 注意arise 它的变形跟rise一样 一般过去是 arose 过去分词是 arisen 我们现在大声再读一下这动词 很简单 我们看一个例子 problems arose 问题出现了 注意不集物动词 就好了 直接用一般过去词 另外一个跟太容易搞混的词 是集物动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arouse arouse 注意不要读 arouse 注意字母r出现 舌尖勾回来 李老师不管它叫卷舌音 咱们叫勾舌音更好理解 舌尖勾回来指向喉咙发r 不是r 是r 在那边 arouse arouse 这叫激起某人的某种情绪 注意是集物动词 你听这个声音arouse 好像用一个棍子在搅拌一样 本来沉淀在心底的情绪 这样的激荡起来了 所以激起搅起某种情绪可以用它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arouse one's pity 激起了某人的同情 arouse one's anger 激起了某人的愤怒 等等 都可以用它 注意 这是集物动词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race 这个词的几个行进词 动词做个辩析 但是咱们注意这个race 这个词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做名词来用 记住 它只有一个意思 容易搞错 不是升起了 是涨工资 这个大家都喜欢 一定表示涨工资 就是raise 做名词这个特殊含义 咱们看一个口译中的用法 两个人对话 you look happy today yes I got a raise 固定搭配叫get a raise 我涨工资了 就得到了一个工资的上升 注意 这一定会是涨工资 你看起来今天心情不错 宏观满面 是啊 心情不错 涨工资了 涨了两毛钱 I got a raise 涨工资了 咱们再看在面试里面 面试官可能会我们去说的这么一句话 咱们去外企面试 可能会碰到类似的一个句子 非常实用 咱们看看该怎么理解 他这么说 We pay 2,000 元 monthly to start It's our policy to hire on a trial basis If you work out all right After three months You will be put on the permanent payroll And be given a raise 咱们看是什么意思 我们起步的工资 是一个月给你2,000元 2,000块钱人民币 这是起步工资 to start 对吧 这是我们的政策 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用试用 这么一个 以试用作为基础 就是刚开始 我们用试用 以这样一个东西 作为选拔 员工的一个基础 就trial是尝试试用 If you work out all right 如果试用期结果不错 这个workout 就产生某个结果 出现最终的后果 这个意思 如果你试用期结果 我们比较满意不错的话 三个月之后 我们一看 不错 工作挺好 You will be put on the permanent payroll 我们可以付你固定工资了 这个payroll就是表示 这个工厂里 公司里的工资单 这边是名字 这边是这月多少钱 这边是名字 这边是多少钱 这个叫payroll 什么意思 并且be given a raise 转正之后 当然你工资就不值2000了 我们会给你一个工资的掌心 一个工资的增加 be given a raise 这里是get a raise 这里是get a raise 注意raise做名词 叫工资的上升 好 这是我们把第二课 我们重点的两个生词 跟老师先学到这里 有点 好吃 有点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